这个房子有7个卧室 8个卫生间 目前在美国价格大概是800万美元 也就是5600万人民币 但是我现在肚子有点饿了 我要去我最喜欢的餐厅吃个饭 那么我为什么要开这个S65呢 很多人都说它是最后一代的V12 Biturbo的AMG 就还好吧 那也很多人都说 它是一个1000牛米的后驱真男人 我觉得实在太优质了 开这台车就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让那些有钱人都知道 我是比他们更有钱的人 基本上如果你在美国你喜欢这个大奔 S级大奔的造型 你花不到10万美金就可以提一个全新的了 如果你对这个动力还有些许的要求 那么您14万美金起 就已经可以提一个S63了 但是S65你要再加10万美金 才能拿到这个V12Biturbo的 而且其实开这台车 你像在我们这样的小区 所有的保安 他们已经能够知道辨别S63跟S65的区别了 那么对于一个小学生而言 可能说你这台车S63、S65就差的是两个数 但是在这些保安眼里 S63跟S65差的是两位数 应该说买S65的车主 已经完全可以消费得起各种的牛马钩了 买它唯一就是想要得到一份低调的外表 而且它还能给你提供一个很安静的一个驾驶的体验 这台车可能是我开过所有的车里面最安静的一台了 这台车本来是一白色的 看腻的贴了一些灰色的膜 然后所有的贵的前唇侧裙 后面的扰流 所有碳纤维的能选全部都选上 前面的大灯是湿华洛士奇的大灯 再加上巴伯斯的轮圈 总而言之就是怎么贵怎么来 看着就是特别的舒服 就是这种低调中又透露着奢华 沉稳又带着躁动 真是让我太喜欢了 现在就来到了我最喜欢的餐厅 卖油牢 那去说起来这台车的内饰呢 其实你就基本上把我之前所有讲过的车的内饰好的部分 全部都归结到这台车里就足够了 因为真的你花了二十几万美金买到的这么一台奔驰 里面它一定是把能给你的全部都给到你了 所有现在我们能摸到的地方不是皮就是碳 就连门板最底下这边包的都是真皮 而且这个座椅 拿帕皮上面也有非常好看的像瀑布一样的缝线 而且上面也是打孔的 既可以给你做一个加热 也可以做给通风 甚至是按摩 按摩还可以选择各种不同部位的不同逻辑的按摩 就是所有你能想到的这种奢华的配置 在这台车全部都有 而且这台车还是采用了一个白色的真皮的方向盘 两边是有打孔的处理 然后在最底下是一个平直的设计 它非常的有这种运动的感觉 后面是两个尺寸非常大的换挡拨片 然后你一看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S级的方向盘 只不过它更加的运动 在底下还有一个AMG的logo 然后在这个左右 你分别还可以针对于定速巡航 车道辅助 车道维持 以及音响等等的各种的信息进行操作 然后在这边几个出风口也是跟S级上的一样 只不过在S级上是真的用的是 万国的表 但是在这一台 它是把表整合到了人机交互系统上面 它是一个电子的形式 告诉你 我是一块 依然使用的万国图像的表 然后在车的侧面 然后顶部四处 你都可以看到柏林之声音响的logo 整个车有24个喇叭 可以说它几乎是你在目前市场上能够找到的 给汽车配备的最好的一套音响了 不管是说你是听hiphop也好 还是你听古典音乐也好 绝对都能够满足你的需求了 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你 它是一台奔驰AMG最顶级的一台轿跑车 酷配车型 内饰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平时开起来这台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静 它本身S级别的车 就讲究的是一种很惬意 很优雅 很安静的一个车内的氛围 那么这台车 尽管说它使用了一个很夸张的V12的发动机 能达到一个非常夸张的提速 但是它在正常驾驶的时候 如果你现在就只是使用D档 它会给你温柔的用二档起步 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尽量的克制自己 然后整个开起来的感觉 怎么说呢 非常的自信从容 就是你知道你有 但是你现在没有往下去踩 就是别人可能那种小排量的机器 2.0的温温增压 他们要生生的把动力转速薅起来 才会有那种感觉 但这一台毫无疑问了 就是今天这个街上全是地点 我今天只是不踩而已 我希望很优雅的去享受我的这一段路程 是这样的感觉 但是 我现在只还是D档 会给你带来这种非常非常晕眩的感觉 而且你把它切换到这个S档 它还会有回油放炮那种声音 OK 那我们现在就说它这个发动机吧 这台车它使用的是一个V12缸 双涡轮发动机 然后是6.0升的排量 最大的马力有621匹 最大的扭矩 1000牛米 这是我开过最大扭矩的一台车了 而且在2800转的时候 这1000牛米就已经给到你了 所以说你想象一下 在整条街上 不管你长成什么样 我也不害怕 就是这么一份自信从容的感觉 而且很多人都在说了 那就是6.3怎么样 其实6.3跟6.5 6.3使用的是一个较新的一个 4.0升的V8增压发动机 它在功率跟扭矩上 比这一台都要小一些 但是所有的S63都是四驱的 所有的S65都是后驱的 所以说尽管它的扭力 以及它的功率要比6.3来得大 但是因为只是后驱 所以说它还是损失了一定的加速时间 这台6.5最快可以来到0百加速时间3.8秒 6.3可以做到接近3秒 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那种运动的感觉的话 那么其实6.3可能会更加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对V型12缸非常有情怀的人 或者你是对这种发动机很有情怀的人 抑或是你就想让人家别人看见你是真有钱 那么这个时候 这台6.5肯定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了 就是这台车给你开起来的感觉就是 它可以开得非常的快 但是又让你感觉不到那么快 在你需要的时候随时给一脚 它就会马上的呼应你 因为它的底气实在是太足了 这种感觉有钱人形容起来叫什么来着 特别爱说成语的有钱人可能会用 闲停信步 就是这一份自信 在你需要的时候 V12 6.0双轮轮随时都能满足你 就这个时候你看到旁边任何一个嘚嘚嘚嘚的那种小伙子 不管是开一个Evo还是开一个Mieta 你就只需要这一脚 我现在后门就一直在打滑 什么也不用说了 就这种感觉 作为一个有钱人 我觉得你值得拥有 因为这台车的电子化的程度非常的高 你开这台车的时候尽管说它有一个很夸张的1000牛米的扭矩 会让你感觉是不是你后驱车又这么大扭矩 一打方向一给油就转弯了 我基本可以这么告诉你 因为这台车的各方面的电子的线滑 各方面的配备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说你除非是你真的想去做一个漂移的动作 不然在正常的这种弯道驾驶的时候 或者说你真的是开到山上 或者是开到赛道里面 你只需要去做一个转动方向盘 然后地板油油门到底的动作就可以了 其他都交给这台车来帮你完成 这台车它为了给你强调一种既豪华又运动的感觉 已经夸张到什么程度了 它本身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车道的辅助车道维持 然后ACC的自定巡航 这些非常基本的现在的汽车所配备的这些电子装置了 它会根据如果你现在把这个车调到这个弯道模式 它会根据你这个车前面的摄像头以及几个雷达 再加上地图来判断你前面这个弯 大概是以什么样的一个速度过最合理 然后它会帮你倾斜车身 整个这个感觉就好像你在开一台摩托车一样 然后你来到了弯道 你去打了一个转向 然后整个车身随着你的公弯的进驱的速度 竟然去做了一个倾斜 然后来保证你车内最小程度的一个G值的感受 是多么神奇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同样这个配置 其实你在那个GLS上也可以得到 但是如果放到一台这个S63 AMG Coupe车型 感觉就更加的合适了 而且在GLS上可能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些突兀 因为它的车体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在这台车上就感觉真的是完美无瑕 而且当你过弯的时候 这个奔驰AMG还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座椅的支撑 就是我现在真的去一个还挺高的速度 去做一个左转弯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车身本身会替我进行一个倾斜 然后它左边的这个座椅还会顶起来帮我顶住 所有这一些让我开这台车的时候 都感觉更加的有信心 可以说买这个S65的车主 你想一下花一个买法拉利买劳死的钱 买了一个长成这样的大奔 可以说车对于他们而言 已经不是说带来面子的工具了 那周总这个车给您洗好了 对于他们而言买这台车 唯一的就是致敬情怀 最后一代的V12 by Turbo AMG 那好了 这一道罗路北美到时候就结束了 有些人的朋友 想让你们多多的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